国民党主席选举爆出震撼弹开放领表的第一天 朱立伦一早七点多就在脸书po文宣布参选当主席 我们做国民党的一些反省 说私爱不够 然后内阁的改组我也蛮无奈的 作为一位国民党员 我们在最黑暗的时候需要扛起这个责任 所以这两天我的想法就是说 该扛的时候就把它扛起来 原本迟迟不肯表态的朱立伦 一写就是近千次的文章 不仅一开头就写到召回创党精神 和人民站在一起 身为国民党的一份子自己责无旁贷 最后更清楚明白的说 未来会坐满四年市长 不会参选2016总统大位 只是如此一来 大家关心的是朱立伦要如何兼顾市政建设 与党职服选 会不会顾此失彼呢 这样的国民党我们也要重新内造化 我再次强调国民党将来 不会有所谓的共主 也不应该有所谓的政治明星 政党是属于所有党员的 所有公子大家一起来努力 朱立伦的表态是否是众望所归 而前一天才说考虑参选的郝龙斌 也立即转变表态支持朱立伦 只是党主席谁来选 牵动着2016 蓝军其他热门人选 各自排算的又是那一出戏 在2016时候谁最有慎选的把握 我们就支持谁来参选 所以你觉得不用这时候把2016说死吗 对不要把他扯进来一起谈 因为也要看看这个社会的氛围啊 民意的走向啦 那也不是今天这个社会里面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 说话暗流伏笔 台面上的风平浪静 私底下角力却是暗潮汹涌 不管是党主席还是2016大位 甚至有人盘算到2020 党魁大战开打 外界等着看怒死谁手 最新时事就在新闻面对面 马上我迎接受 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 好 先叫资讯媒体员郑佩森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资讯媒体员陈青兰 大家好 新闻工作者温生 主持人好 各位好 这些媒体员中年华 主持人大家好 这些媒体员黄光晴 大家晚安 然后呢总编辑康仁俊 好 好 那每一次在节目里面 都帮观众朋友 做最新的一些分析 然后一定是讨论 这个礼拜发生最重要的事 对不对 好 那所以呢 我们一开始要讨论的是阿基斯 然后这次 好 你们不讨论吗 要要 阿基斯像头版讨论 这太精彩了 好 那不是我们节目常要讨论的事 好 那其实大家最关心的一件事 也是国民党从129败选一直到现在 讲难听一点 有一点歹戏脱棚 就一个国民党党主席大戏 怎么会玩到现在这个样 好 好歹 礼拜三国民党中场会已经通过了 虽然Coco姐千呼万万说 希望你们在中场会 要改什么党章了 要把什么党主席 选举办法要改 好 那已经很确定了 办法就是照原来那个样 然后呢也已经就是在 今天开始零表 没错 明天就这两天零表 那零完表 接下来十天的联署 好 那大家都在问 到底国民党党主席 最后会是谁出来进逐 然后最后当选会是谁 各位既然在线上 大家都这么久了 然后对政治观察这么入围 麻烦一下请教各位 可不可以直接告诉我们的观众朋友 因为我每次都讲 我以前考试的时候都在看 考试那个答案会写的 一定都会先写说答案对或错 或应该是用什么法条 是什么型 接下来再开始论述文章 所以开始请教各位 可不可以先告诉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你觉得这一仗到最后 不管是联署零表 然后登记以后 谁跟谁对决 那你判断 最后国民党 党主席会是谁 柯仁姐 讲错了退出迷你界 没有问题 大家既然这样的话 就公开对干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他这个公告里面讲到说 希望青壮有志之士 那青壮就已经排除掉一些人了 排除谁呢 谁呢 排除那个 柯仁姐你觉得谁不是青壮呢 吴敦毅比马英九还大 吴敦毅跟那个王金平年龄 就会比较高 所以青壮有志之士 柯仁姐 你对于军系 其实你很熟 你知道每次军系 你去看军系 所谓的少壮派 你去看年纪 军系的少壮派 是六十几岁 每次看 我每次看那种军系说 怎么这次少壮派抬头 少壮派 哎呀 他六十几岁 照老几法 他都快退休了 然后他是少壮派 所以你说青壮大概是 你知道军中是一个 比较封闭的社会 他是真的论知排辈的 是 你要一阶一阶升上去 你比如说做了几年的少将 你要升不上去 你就退休 所以他意境是这样 不需要民选 外面政治是民选的 所以那个青壮有志之士 就会比较明显 所以你觉得 我觉得就是除了王 除了王金平之外 其他都有可能去参选 他还是不讲名字 对啊 你觉得去登记的话 我觉得如果我是主力 如果我是主力 我一定等到最后一分钟 再去领表 就像马英九当年 去选市长的时候 记不记得 好几个人去登记完了 最后他出来 然后别人就很不好意思的说 哎呀 我是抛砖引玉这样子 所以如果他要选 他不会让人家去领表 那是很丢脸的事 对 就是我们在节目里面一直讲 这一次尤其国民党 面临到这么 这么创党以来 大概是最右暗黑骨的时期 对 如果你还要玩那种 就人家来帮你领表 然后大家万民勇戴 何必呢 这时候要扛的人 就一肩扛了嘛 不过他的情况 我就是上次讲的 如果他这次选是赢得很多 他就会很理直气壮的 很早就表态 可是这次真的是险胜 那党内检讨 又把罪状赖在他们身上 让他们冷处理 然后不认真选 其实跟他们真的没关系 所以你觉得朱立伦一定会出来选 我觉得他应该会出来选 吴敦英会不会出来 吴敦英其实他不需要选 他是副总统的话 他下次就占很大的便宜 是那个提名的时候 所以他未必就是党主席 就是下一届的总统候选人 OK 所以你觉得吴敦英 他应该占很大的便宜 对 来 就朱立伦 就是朱立伦 而且他必须要发表 一篇感动人的声明 就是说他要扛责任 然后2016不选 他说2016不选 就直接把事情讲清楚 说明白 我认为这个时候 没有什么好回避的 就2016已经不选 然后要把四年做完 该做的做 他就是要承担 就是要把立法委员选举选完 那2016的总统大选 也许是这个非常崎岖的路 但是他愿意扛责任 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情跟胸怀 告诉所有的台湾社会 他现在不是只有诉诸 国民党的党员 他要告诉台湾社会 他能够承担 那这样才有可能有机会 有2020 OK 温泉哥 我觉得还是朱立伦 朱立伦 毕竟因为王金平 他是不回应 高声莫测 吴敦英他已经讲了 他说他不考虑 对 他说了好多次 不会不会不会 对对 所以大概只剩下一个朱立伦 因为现在大概党内 大概就是三个人 王金平 吴敦英 朱立伦这三个 那朱立伦因为毕竟 现在他是唯一的 六都里面唯一的这个 算是 灭门血案唯一信存活口 这大家不 看了你讲的 人是你讲的 所以我觉得朱立伦应该会在大家的簇拥下 尤其陈学胜算是蛮清新的立委 如果其他人大概大家不见得认同 那由陈学胜出面我想 你这样得罪好多人 人家签名联储 有三十几个 大家都不清新 听手中也还好 这样不行 大家都很清新 这些都趋一立委的怕死 是是是 这都很清新 要正经期 应该是朱立伦选党主席 吴敦英选总统 而且双方应该达成共识 就是总统选输 党主席不需要下台 大家在现在就已经要把所有的事 全部都调好 当然要 下棋当然要看到后面十部 这个我同意 只看三步就一定被将军的啊 真的吗 对啊 连2016年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跟刚刚刚讲的 2016朱立伦不会拒续 他现在出来就不选2016 然后帮2016的人 我帮2016的人好好打这一招 那万一打输了 对 万一打输了 不会有人逼你党主席辞职 OK 先讲好 对 先讲好 OK 光芯 我怎么嘘嘘的 真的 显然你不一样 不一样吗 我跟你讲 我觉得 从此刻到2016 是无珠大战 就是你看他们那种选后竞争或斗争的态势是存在的 那至于党主席呢 原本我以为也是无珠大战 但是你从最近无敦意的动向 你会觉得非常诡异 那所以呢 以现在呢 朱立伦他终于等到一个时刻 虽然有点难看 就是说他等待那个抬轿的黄袍加深 那你看从20个凑不到 好不容易再一天凑到30个 现在好不容易凑到34个 为什么要34个 因为过半 65席再加上高晶 他们两个五党级的 就青蓝系的 总共67个人 67席除以2的话 你一定要34比较圆满 那可是34这个是能量不足的一个联署 你照理说你未来要接棒马英九 作为国民党救亡图层 除君共主的话 这个能量是刚好勉强及格而已 所以我认为说 那至少比较吴敦意 只有一个中常委在中常委帮他发难 然后你再更不用去比较 这个郝龙斌跟胡志祥 没有动静 那只剩下一个王金平 今天媒体有报导是说 也有拱王势力 但是因为王金平他的 党籍问题比较复杂 那再像上一次他跟马英九 匹敌过 他认为说很难 那再者就是说 他的正当性可能不太足 以现在他的这个问题 所以你看到这个中常会 一些想要发难 然后去逼吴敦意 利用代理期间有个空档 能够撤他的党籍 那个是有考虑到 王金平他部分区的任期 快要借满了 那他如果不自己在下高雄去选的话 参加区域 他正式生命可能就结束了 OK 所以急的是急这个 所以你最终要问我 以我胆小至极的一个个性 我觉得现在是越来越倾向是朱立伦 当主席 但是2016我们等一下再看 对不对 现在是当主席 你觉得就是朱立伦 我再大反一点就是说 不因为是他岳父出来 而是因为我认为说 2020他就灭顶了 等不到那个时候了 2020也灭顶 因为他如果等到那个时候 台湾你看 从反服貌的学运出来一批 到现在 柯文哲整个席卷 你如果再等那么多年的话 其实你没有那个事了 那也很多变数 所以我认为2016他代职参选 以不违背新北市的新民意 然后又可以帮国民党救亡图存 就是说去批敌 去拼占这个蔡英文的话 我想朱立伦可能性是比较高 OK 比较高 比较高 你放心啦 要退出命理界 唯鼓作只有他 对对对 陈俊 我觉得可能最后 朱立伦会被迫参选党主席 所谓被迫是什么样的环境 我先讲一下 最近有一个变数跑出来 叫做李欣吧 那李欣参选党主席这件事情 其实让很多人很错 因为从以前到现在 李欣从来没有争取过 党主席这个职务 大家表态选的都有很多 从来没有李欣过 那所以这一次就我所知道的是 李欣他宣布说 他选党主席的时候 党内的大佬们 你所想的到称之为大佬级的 都跟他打过电话 那打电话的原因很简单 只想问一下 你是真的要算吗 还是要算假的 那到今此为止 还是打电话问他的意思是说 是你自己要出来算 还是你的意思是 有什么人叫你出来算 他不会直接这么问说 后边谁叫你算 但是呢 他想要知道的 我想就是您刚所提案 对嘛 应该是嘛 好 李欣帮谁辅选就知道 在他继续之前 我先插嘴 让你的气势削弱一下 我觉得国民党的主席 你一定要是对党忠诚度要有 你知道你曾经跑到新党 跑到哪里又绕回来那种 是绝无可能 加上当初为什么王金平输给马英九 最主要原因之一 是因为很多国民党人觉得说 因为王金平人缘很好 女人为善 国民党人觉得说 如果他选上党主席 李正辉就会三十回朝 那个是真正致命的 我可不可以再补充一个内幕 他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就是胡忠信 他有跟王宏威讲 也跟了李欣讲 说你们要出来选党主席 要把这个火烧热 炉子要烧热一下 就是这样出来了 然后他出来讲的是叫当选无效 当选无效是因为现在党章没修 那如果谁选上 谁就当选无效 他最主要在讲这个 你知道吗 电话接到报 王宏威的电话也接到报 李欣的电话也接到报 都骂 你们干嘛逼退 马英九退党 你们干嘛逼退 整个在研究室里面的电话 都接到报 王宏威的言 因为他陪他一起开 王宏威最后没有自己要出来开 就陪着李欣出来看 两个坐在那里 开了记者会以后 整个研究室里面的电话 都接到报 你们到底是怎样 照反了 对 所以嘛 百分之九 虽然是九%啦 可是还是有一些支持者说 你们到底是要搞什么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没那么复杂 也没有什么什么连啊 什么什么都没那么复杂 就是胡同心上了节目 胡同心 你们应该把这个冷罩烧热一点 大家都出来选 然后这个党章一定要修 就这么回事 OK来 任君 我一点都没有觉得被挫败到 他根本没有听我讲完话 你根本不知道我要讲什么 其实要挫败我 想太多了 OK 我就是这样讲 就是说这些人都跟他打过电话 有没有打过电话 跟胡同心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这些人打电话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问一下说 你现在要参选 当然里面你刚刚所提到 那几个人民里面 也有人跟他讲说 请加油 继续努力 OK 李星有没有但书 他有但书 不用到当选无效 想太远了 联署就给你无效了 你拿党员联署 只要到党部那边 党部跟你讲说 你这个不是党员 那个不是党员 你看着好 他连联署无效 他连选都不要选 李星有没有想过这点 他想过 所以我必须要讲 就是说 李星他有没有态度的问题 他有 他有没有刚刚佩芬杰讲的问题 有啊 国民党跟他一样啊 你如果被人家贴上 背骨那两个字 你不要跟我讲说 你要出来选什么 李星他当然知道这一点 所以我不要讲 我不是要讲说李星去参选 我现在说 李星他想要有一个态度出来 是当然了 他就是把那个兆炒热 炒热的时候逼一些 大家认为你应该出来的 不要扭捏作态 今天国民党的这个态势 其实很多人的急躁 是在于说 他们认为这些有权力 有power 甚至有可能 党员都希望你出来的人 这时候你不表态 对 那他们急的是这一点点 至于你说是一定要朱立伦 或者一定是胡志强 或是什么 其实大家心有所属 只是说国民党 现在到底是谁要给 国民党下一个路线在哪里 很快就会有人表态了 想要选党主席了 很快就会有人表态说 针对王金平的案子 我如果选上党主席 我会怎么处理 那个东西就是他党员 真的想要知道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 如果真的要问的话 朱立伦到最后会被迫 在那个态势之下 然后出来选党主席 好所以到现在来看的话 现场的六位来宾 朱立伦看起来是六票 不管你说是被迫 要表态 或是说他就是 甚至连2016都加进来的 或是说直选党主席 然后放掉2016 然后放眼在2020这些 但是看来党主席 这一意义 目前朱立伦是一定会出来 那吴敦英的代理主席 可能他现在就不在这个地方 可是难道现在 大家会讨论成这样 为什么大家都会讲说 国民党面临到这个 百年来说这个百年老店 碰到百年从来没有发生过 这么大的一些 可能连门板都要被拆了 这种情形 大宅门 那个门都不知道到哪去了 好那终有一个中心民主吧 那为什么大家不敢表态 或什么到底扭捏作态的原因 是什么 有很多人都说 因为后面就是有看不见的手 然后就是有人在旁边 还在操弄在布局 那当然扣扣姐讲是最直接了 他是直接点名说 卸任党主席 马英九马前主席 说还没有再放权 然后包括党政 其实你看包括毛富上来 包括其实吴敦英 担任副主席 都是这样子 所以这些人都不敢表态 那真的是这样吗 而且说实话 我每次在节目里面讲 国民党碰到今天这个状况 难道不应该 好 既然刚讲的 如果朱立伦出来 有一件事 不管谁要出来 要发表一篇 会感动人的演说 会让国民党的这些支持者 会觉得说 还有希望 这时候大家不要 诉导胡孙散 应该会是这样 这样的方式 要不然的话 可是我一直都觉得 现在已经不是 当时三国时期 大家都在讲 国民党下面 要新三国 不要再去 对 三国演绎好看 但是不要天天 缅怀三国 好不好 那每天坐在家里面 等着黄袍加深的时代 就不是现在这个时代 要不然你告诉我 当初 不管是 从红中秋世界 一直到现在 有哪一个年轻人 不是觉得 台湾现在面临到 他应该做什么事情 所以大家就跳出来 现在人知道 柯P 有人到现在 包括他当选以后 有人骂他白布 有人说他直率 你不同的看法 可是好歹 他的旋风 现在一直还是在 国民党的人 大家都没想到 好 你如果真的要讲黄袍加深 黄袍加深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就知道方议嘛 陈巧并变 去 那个时代背景不同 好不好 都是上上个世纪的 对呀 这都已经通过几年的 大家都还不是在看这个 就是在看那些 到底在等什么 所以 有时候我们早上在看说 什么 中生代 说你刚刚讲的少壮派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 不一定用年纪来区分 OK 有些人年纪大 其实他的脑袋 用思维来对 对 其实他脑袋是 非常的进步的 OK 比如说 很多人笑游锡昆 那时候还被人家讲 无辅千岁 可是我自己知道的是 民进党所谓的天王级的 这些人里面 他是最早用智慧型手机的 OK 而且还走到哪里 会用脸书拍照打卡 嗯 那你说他老不老 嗯 那朱立伦看起来是年轻 那五十出头 但是我一直觉得朱立伦 有一个八十岁的脑袋 就他 他的想法并不是非常的进步 包括整个 可能这整个国民党的文化影响 我常常在讲说你在等待黄袍加深 这个就是一种封建封建的思想 嗯 就是出于以前那种就是忠君 那是君 不是是效忠皇帝 不是效忠国家 嗯 所以他他会有这种等着黄袍加深 因为他不想背上一个不忠不义的 这种千古罪名 嗯 那今天今天在网路世代 为什么我们常看到很多的素人 他可以一夕之间 因为在网路上可能一支影片 他就爆红 对 那他是黄袍加深的吗 嗯不是都是自己很感秀 哎我就也许他也不管他出发点是什么 也许想出名也许只是好玩 但是他因为他是出于自我的 非常高的强烈的意愿 所以把他po上网了 所以爆红 嗯 所以网路世代 他其实有一个现象 就是他们会比较欣赏那种勇于 表现自己 或是勇于争取自己想要东西 这样这样性格的人 所以你看 柯P 有没有黄袍加深 没有 嗯 其实过去 你去看台湾过去二十年来几个 比较出名的政治人物 几乎都不是黄袍加深 可是年晃 那会不会是这些 尤其已经做到这个位置的这些政治人物 譬如说不管朱立伦 吴敦义 王金平这些 因为历练了太多政治的厮杀 对 或是他们现在很清楚 我现在只要 因为听了年晃他们讲的话 我就直接跳出来说 舍我其谁 大仗如意如事 然后结果一出来以后 就变成出头鸟 对 然后一个地球就打下来 会不会变成这样 所以我说这个 这个是以国民党这个政党的文化 因为这样的文化在民进党里面不会有 真的喔 这样的文化在民进党里面绝对不会有 今天如果说 假设今天角色互换 民进党里面一定一堆人抢着出来要选嘛 OK 所以这是国民党的文化 那至于说这样的文化好不好 那是国民党自己 自己要去看跟这个社会 有没有脱节 可是我觉得现在的情况就是 你今天如果说朱立伦 如果说刚刚竟然讲说他发表一篇这个 非常感动人的这个参选声明 当然这个是必要的 那就看朱立伦他的文胆 有没有办法去做到这样的事情 可是朱立伦为什么我研判说 他不会去选2016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朱立伦其实早在九合一选举前 他就已经研判 2016国民党不好选 OK 所以他其实很早以前他就不会不会想选2016 所以因为朱立伦大家别忘了 朱立伦到现在是没有败机的 他参选没输过 对 选立伦选桃源县长选新北市长 他参选是毫无败机 他干嘛给自己本来是一个五连胜的投手 为什么要天一败 对不对 所以他2016为什么我研判他2016不会选 可是对朱立伦来讲有个风险 因为过去我们从台湾的民选总统到现在 要挑战现任者基本上非常困难 所以2016如果是让民进党拿下的 不管是谁蔡英文或是其他人 那2020对朱立伦来讲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可是他这个朱立伦他自己就去必须要去评估 而且你如果强着非跟吴敦毅去争2016的话 那最后就是两败俱伤 吴敦毅2016他不会放弃的 你看他最近这几年的动作 他们两夫妻的行程 加起来是比总统多好几倍 你以为他为谁辛苦为谁忙 他当然是为自己2016在铺牌 所以吴敦毅2016是选定的 那如果让他选赢了 就真的有如算命的说 他有总统命有皇帝命 那如果他选输了 他也不会有2020的 我呼一下刚刚那个年晃讲的 你刚刚讲的现代黄袍加深 这几个连署的不就已经是现代黄袍加深吗 这个是刚才光临讲为什么要34这个数字 我本来讲34三少四状 也不是啊 这算一算 这边是33了 因为今天还多一个罗民财 有加上去 所以马上34 他还要本来是今天要开记者会的 结果怕阿基斯的这个 这个西金的这个新闻 他就把又延后了 又延后了还可不可能再有人进来 他这里面其实都区域 没有大部分都是区域 有一个 徐少平是 对 几乎都是区域 因为他们不想集体自杀 你知道那年 陈水扁执政 然后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本来在没有那个单一选区两票制之前 有88席啊 后来改制啊 然后再加上陈水扁执政很差 只剩下27席啊 那是秋风扫落叶 然后呢 没有人不好 像徐律师啊 现在在隔壁在主持着徐律师 他也很好啊 那庄硕汉 庄硕汉也不错啊 结果就这样 一哄哄哄哄都被扫掉了 为什么 中央执政不好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立法委员 揣了蛋 这时候一定要拱一个人出来 能够帮他 所以这些就是要去 让他黄袍加深的这些 你刚刚讲的黄袍加深 这个就是现代版 这些就是那些旁边的捏将军 就是批黄袍捏将军 现代版的黄袍加深 明天开个记者会大概这样 那刚刚年话讲了 时间不站在吴敦玉这一个 他现在66 再等四年就要70岁 我们在讲五虎千岁的时候 游锡坤恐怕还没他大 游锡坤比他年轻 是吗 游锡坤比吴敦玉年轻 就已经叫五虎千岁了 所以这一仗 如果吴敦玉不闲命出来打 你要在他等四年是不可能 所以很清楚 这个状况 时间是站在吴敦玉吃井的这一块 那我们看到了这个朱立伦 虽然是时代变化很快 但是你也没想到 会搞成今天这个样子 既然刚刚讲这个 问题是光姐 难道真的就因为马一个人 所以整个局现在就是这样吗 马还是能控制这些吗 我顺着很会主持节目的 小五哥您的话 我可不可以再加一个诞书 来 就是说我也不违背我先前 在这个节目的分析 因为那个是有机可循的 就是我家的诞书是吴敦玉 他是个变数 就党主席这一议 OK 对 他有没有可能在马英九 他的主导意志之下 因为他代理主席 接得非常的听话 前面辞了副主席 后面接得非常听话 那你也要看到说 他纵使这个补选 五席立委是列为他优先 是为了他2016了 但是你也看一看他处理王金平这个决绝 那显然就是马英九不准 因为马英九动王金平的司法 俨然就是动他的政治 这种老狐狸不能放出来的那个意味 那所以呢 我就看到说 吴敦玉再加上我们不用列举的 他跟马英九的关系 我觉得有没有可能最后 他在马英九的意志之下 就是出来要选党主席 可是光潜 你看如果你是吴敦玉 你看到有这么多人连署像这样 我要讲的就是说 就是说他这个连署 的确他保留了这个不分区立委 跟有党职的这些立委 他并没有去找他们连署 那你也可以想到就是说 他空缺了一大部分 而这些都是嫡系的 就是说即使心愿上面 他不愿意做嫡系的 像我们的纪委员 随便可以 他是不分区嘛 不分区理论上就应该是嫡系 那但是他没有办法 或者是说他不想 也或许是说别人没有找他们加入这一局 这边就释出了一个很可能的变数的空间 那我必须还要再讲一次 如果是在这个关键时刻 只有34个人 而且他们昨天就要开记者会 然后一直等到今天 你就看到那个人数是像那个堆积木一样 慢慢堆上去 他不像马英九 你知道马英九当时候 势不可挡到什么地步 你那时候还没有除罪化 你就是被起诉 你就是贪污 我可以连党主席不要 我可以登高一呼 我可以在关中 我对于这些人马的加持之下 我站出来说 邪披者萧叫狼 他叫别人退 那他上方宣布选总统 你应该是说 我辞党主席 可能党内有这个压力你才辞 那你认真来讲 你至少你应该汗言 然后低调 就是说你不要这时候 出来说我要选总统 我就说那我这款狼 结果就是这样 因为是在他那边 其实我觉得国民党 刚刚光潜讲得蛮清楚 就是国民党其实泪斗泪行 就是说如果说你今天 我们一开始有讲 连圣文那时候该自选的时候 很多狗屁糟糟的事 是党内放出来的 而且是党里面自己在运作 所以我说他泪忧外坏 马一九当初 为什么可以一路走出来 温娘功俭让 党里面没人把他看作对手 因为他看起来是如此的弱弱 所以你说如果朱丁 有80岁的老代 马一九那个时候也就是那样 或者自若的那种 他根本就完全没有野心 你完全看不出他的野心 他就是个乖宝宝 然后而且这个你知道 丝丝纹纹的样子 所以他温娘功俭让 我后来不是讲 他温娘功俭不让 但是温娘功俭是教养 他不是真的那样的个性 好那今天加上 大家把目标一直锁在马英九 其实没想到 后面还有个金谱 从那个才叫厉害 而且在国安会 你在想他不用背负任何政治责任 然后丢出任何东西 所以今天突然间以前 我觉得刘委员每次都说 马金体制或金马体制 现在突然间金不见了 全部锁定马英九 马英九哪有那么厉害 真正的厉害角色不是马英九 所以大家在想说 国民党里面在选 吴敦毅我就讲 他如果今天是副总统 他其实可以占很大便宜 不要作为党主席 他照样可以做候选人 以他的运作 就是刚刚连煌讲 他的勤奋真的胜过他当年在高雄 两夫妇同时在运作 而且地方你们大家不能想象 夫人派什么派都出来 那我就常常问说哪些人 结果他们就点名 我就笑死那些人叫夫人 所以换句话说 他运作是蛮厉害的 而且他的气土心一直没有削弱过 吴敦毅的厉害是 他永远跟当权的人站在同一边 你知道他那个时候马英九 而且他那个时候就说 马英九一当选他就说 我们在那个党里面开会 大家意见很多的时候 他说我一个钟头以后 会见到马先生 我会把这个报告给马先生 结果你知道 我们就要第二天没反应 第三天果然有反应 马先生真的就听了他的话 所以换句话说 我记得好院长那个时候 他就跟好院长很亲 李登辉最红的时候 他跟李登辉很好 所以他永远跟那个当权者 站在一起 所以他今天会跟马英九 就是如果马英九 真的不让王金平的那个策告 他就不会执行 OK 因为他真的是个极顶聪明的人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他真的有皇帝命 搞不好他真的就是 可是刚才片仁姐你讲 国民党内斗内行 外斗外行这些 人姐 国民党你说内斗内行 外斗外行 而且这个捷骨眼上 你说像柯姐要出来选 大家也都知道说 他就没有什么中央委员 中央评议委员 他自己在节目里也这样讲 他呼吁了半天 结果当然肯定不会是这样 但是好笑的就是 国民党还真的很认真 发了一个新闻稿 然后还讲说什么回党 谩骂回党 什么类似这些 我们每次在节目里讲 你有必要针对一个人出来 然后这样 那你新闻稿发不完 那如果这样 你真的新闻稿发不完 你不如认真的去 去考虑一下说 有什么是真的 你们应该在党里面 要图中心 什么什么这些 那如果真的要看的话 矛头现在 不管是大家在讲说到现在 因为从政务体系 是毛肤上来 然后无灯一带 刚才光景也觉得说 这后面会不会 也有其他的影子或什么 所以整个来看的话 其实对马总统来讲 还有一年多 你们都说党什么什么 对嘛我就退 退了以后 我真的就裸退吗 难道真的要我裸退吗 什么东西都不影响吗 还是说权力这个东西 真的吃了以后 你就怎么样都放不掉 你刚话里面 就有一个答案 因为马总统还有一年多 他也没认为说他现在下了党主席之后 那一年多的党主席任期就不算数 国民党内部现在对马英九 讲白了就是不信任 我就是不信任你 即便你下来之后 我们会认为说 你可能会属于吴敦一 因为吴敦一是你的人 如果吴敦一真的不选 会不会拱一个好龙兵出来跟你选 大家就认为说 马不可能在这个权力的斗争里面 去放弃他的权力 如果他要放弃 去年又何必大张旗鼓 找那个中常委去提案说 我一定要把党章17条给修了 说我要让我那个总统 就是当做党主席 那结果现在你当时那么大费周章 认为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结果你到今年的时候 因为你一辞职 你的文传会第一时间反而告诉大家 讲说不要再去看那17条了 实际上跟我是无关的 你会告诉我 为什么他们不干脆 就阿萨利把党章修掉 所以啊 孙大千委员讲了一个 某种程度算是一个理由 他的意思是说 因为要修党章 开什么全国代表大会 或什么 因为照他们的办法 要再过好几个月 那现在整个国家 对国民党的需要 是希望大家能够尽快 能够面对改革或什么 所以能够在一个月以内 因为时间来不及 可是如果真的讲的话 其实召开全国党 可以临时代表大会 大概几天以内就搞定 十天以内有OK 真的要做就可以 真的要做就可以 你去年马英九 兼职要修党章的那个状况 你比照今天来办理 为什么当时你认为该修 现在你一辞了 你又觉得那一条 没什么差别 人家就说 你哪一天回事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李鑫 李鑫他讲了那几个前提 还要买一句双词或什么 他的前提其实就在前面 你把党章那个部分 修掉了之后 你就不用辞了 反正你就当你的 因为他讲说党章规定 要不你就修党章 你不修的其实 因为讲得这么清楚 总统兼党主席 要不你就退党 因为你不是党员 就算了 要不你就辞总统 你还是党员 那党章就不修 就是三辆拳一样 对 就是这样 所以我说 不管他是不是要炒热气氛 或anyway他有任何的想法 可是事实上 他所提出来的那一块是 国民党现在内部 我跟你也会质疑 我们在座大家都质疑 你既然可以修 你为什么不修掉 修那个对你有差吗 是啊 我讲实话 你给国民党一条活路走 会怎么样 给后面的党主席 一条活路走怎么样 可是他不要 所以第一时间文传会 你刚刚讲说文传会 有可能必要为了一个人 或一两句话出来 这几年不都这样干的吗 每次都是第一时间的时候 连党主席都能跳出来 还有什么文传会 不能跳出来 所以我回来讲一个 就是说 刚刚讲说内斗内行 国民党 真的超内行的 你知道吗 那个34个立委联署 其实我来看 我认为他有另外一个 意义的存在 也就是我刚刚强调说 不用到他真的选举 说选完党主席 告诉你说 党章17条 当选无效 你到联署的门槛 我就跟你说拜拜 对不起 你不符合资格 我讲上一次 党主席选举好了 马英九送了 79,771份的联署书 你知道党中央认定 合格数是多少 你知道吗 59,925 硬生生砍你2万 谢坤宏 送了19,976张的 党约联署书 你知道我所听到的是 你真的以为他到处去说 帮我联署 不是哦 他们还透过党部 去问说 我们现在党部 到底有多少党约 你也拿一个名册来我看看 他去联署完之后 送了19,976份 你知道党中央认定 合格数是多少 你知道 6610份 砍料1万3哦 你懂吗 我还跟你选什么局啊 很多人其实担心的 就是这一点 你说国民党 他太会在这里面 艺术里面跟你在那边搞 你要选可以啊 我哥 帮你选啊 所以Coco姐的那个部分 其实有人讲啊 Coco姐你要是真的要选 你就带着200万 硬闯国民党中央 就跟他说 我200万在这边 我就是要选 你看你国民党要不要挡我 你知道 我好想干这一步哦 内斗内行是现在国民党里面 很多的党员跟党工 他真的很害怕的这一点 就是说 我们现在在荧幕上面 感觉上我要大开大合 每一个人都讲说 我们希望党站起来 怎么突然看起来 朱立伦啊 吴敦毅啊 胡志强啊 郝隆斌啊 这四个算大头了吗 怎么搞得跟我们局外 这些非国民党员一样啊 每个都在那边讲 哎呀国民党要加油啊 我们要怎么样啊 开加油的好像不是我们这些人 应该是你这个国民党 国民党员真正内心的 害怕跟恐惧 是现在这些国民党大头 他们完全不去重视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会害怕 跟那么不信任党中央的原因 马英九在这执政的 这六年里面 我认为他很成功的把国民党 变成一言堂 OK 所以温宣哥 现在的国民党就真的是变成了一言堂啊 国民党是不是一言堂 就看一下李敖的 国民党研究 其实刚刚一直提黄袍加深 国民党就演过 就是连战 连战那一年 提名党这个总统候选人 两千年那一年 对 那个真的在楼下 就是赖国洲跟苏志成 就准备好一件黄袍 等那个连战下来 一块黄袍啦 真的有一块黄袍这样子 应该是先有准备 没有 就是一块黄袍 反正就代表黄袍 不是用黄袍干什么 对啊 还是要准备 就是有那个含义的意思吗 还是要准备 苏志成还高喊黄袍加深 对没错 所以现场记者 大家听了就是这个什么时代了 那对李敖来讲 国民党这一种事啊 屡见不鲜 其实我刚刚一直说百年老店 百年老店是20年前 现在是120年前 所以国民党其实 我们看他这样一路下来 讲实在话 一代不如一代 早期我看国民党说 孙文也罢 蒋中正也罢 其实真的都是 尤其是蒋介石 总统丢了以后 你看他就是要党的总裁 用总裁来控制党政军 你看那个时候他还有办法说到台湾以后 还把所有的全部转移过来 政权好好再扶持起来 那现在呢 看到这个杂志这样写 我们就觉得说很好玩 选总统要看天命 拼党魁现场考 看天命 我想吴敦已经去香港算过铁板神算 应该知道有没有天命 现场考 我觉得他是谋定而后动 应该是朱立伦是应该没问题 只是说这次他选的不太好 可是柯文哲昨天透露了一段话 我觉得是对他是加分 因为柯文哲跟他大学就很熟 所以那天两个人见面 关起门来在讲是说 意思说 你选总统 我不会去 好像说帮绿营这边 去远离暴风圈 就是说到时候你跟民进党谁在拼 我们至少熟识 所以我想对朱立伦来讲 如果说台北市的这一位柯文哲天王 他这样表态的 对他是加分 可能会让他觉得说 这个势 这个气势会更好 那可是进来 他刚刚这样讲显现 柯文哲非慈中之物 他不断的在拉拢朱立伦 他这里面 朱立伦跟柯文哲两个互相拉台 三号就上个礼拜三 是马英九 say bye bye 在中堂会说他 say bye bye 我离次长主席 结果你看了朱立伦 我不去 中堂会 我见的是谁 最有政治能量 现在看起来在北台湾 最有政治能量的柯文哲 然后两个你好我好 还讲了脏话 不是啦 口头禅 然后这些话 都是柯文哲出来放的 这个对柯文哲是台声价 但是对朱立伦 有没有这么这么的好 那大家看他眉来眼去的 这样子的发展 是好还是不好 其实一个很大的问号 所以要讲的是 柯文哲非慈中之物 他在这里面创造了 他跟蔡英文之间 若即若离 现在大家看到 他口出蔡英文 都没有什么太好的话 他沉默啊 没什么话好讲 我跟那个谢长廷 还比较有话讲 他就就这样啊 那我跟朱立伦 也很有话讲 两个在一起 我们两个结盟 然后我们两个可以搭配 把这个市政做好 市政可以做好 就不断地在拉拢 所以他非慈中之物 所以在这里面 你看到那个政治能量 那个中生代在这里面 耳于我诈之间 在这里面有不同的 这平衡当中 产生出一种新的可能性 那这个新的可能性 我必须讲 朱立伦上个礼拜三 不去中常会 胡志强也没去 就这两个都没去嘛 对不对 那这里面 难道没有所谓的 软性的 所谓贴割跟反抗吗 再看第二天 第三天 什么早餐会 那个志工大会 都冷冷的 那当天 在那个早餐会上 马英九就讲 你刚刚讲的嘛 什么什么 约书亚 大家都说 说给他听的 因为刚刚佩芬姐又讲了 这些年纪都这么大了 那个世代 跟马英九要有 那个世代的只有 朱立伦了 所以意思是 他在旁边 这个话就是说给 当下他听的 那朱立伦也冷冷的 所以这里面就可以看出来 在这里面 我们必须看一个事情 你看马英九一路上来 拿权力的人 一定要挑战 今天要看的是 朱立伦如果谨小慎为 还是这样搞 搞不出个名堂跟局势 你就守在新北市就好 你一定要有一番作为 那要干嘛 老师王要下台啊 新师王才能上台啊 那你看马英九 连任的过程当中 打掉谁 李德辉 打掉连战 一路上打上来的 天下是打出来的 天下没有人让出来的 所以现在看起来 朱立伦看起来有那个样 所以上个礼拜 跟马英九就演了一个 大家走远一点 走远一点的那个戏 现在看起来就要看 是啊 你马金在上面有一大堆 有那么大的一个权力 可是你就是要挑战的 马英九的起来是这样子的 那你今天朱立伦 还是乖乖诺诺 坐在那里 那你就别了吧 那你就别了 就是嘎了呀 你还是要坐嘎了呀 那就嘎了呀 所以这人会轮于 所谓的嘎雷安啊吗 我说没有了嘛 上个礼拜 你没看他一路可以 可以让他跟马英九之间的 那个感觉 那个冰冷的感觉 这个若即若离的感觉 已经走到这样 然后你看他跟克文哲 那个你好我好 笑起来那样 那你觉得看他马英九 眼里会怎样 你跟他去 你好我好 不理我 然后在这边 把他甩在一边 然后前后的那个互动 他自己可以清楚嘛 所以才在过程当中 也知道自己退位了 所以才跟摩西我要找一个约书雅 温成哥怎么样 朱立伦不是只有克文哲跟他好 各位看一下马英九的好朋友 陈昌文 派租补选总统 陈昌文不是等闲人物啊 对不对 白纸黑字都出来了 所以他其实那个事 不是说只有 克文哲这一股白色力量 乃至于党内的这个 温成哥 他真的说要派朱补选 是对朱好还是不好 当然不好 因为内战看起来 当然不好 对啊 他内战是 中多吉少一战 对啊 当然不好 我觉得他应该是说 应该是改成好 因为他心中只有好 有吗 好我大概也觉得没有他 至于摩西 摩西其实也不是说马英九首唱 是1998年的时候 李登辉那时候就是为了 这个阿扁跟这个马英九 两个人在那边争嘛 台北市长 对啊 所以我是觉得马英九 不要再玩这一套 因为尤其他站在 桌神柱牧师旁边 在讲这个摩西啊 我想桌神柱当时 有跟他讲过 他说你是迷失的羔羊 马英九啊 政经800报告牧师 我是迷失的马 我不是迷失的羔羊 这种话都会讲 然后现在变成摩西了 所以变分解 光是是摩西跟约数 大家就讲这国民党的约数 到底是谁啊 大家那时候还猜了老半天啊 你知道啊 其实我觉得国民党 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政党 刚刚讲说要修党 刚刚那个人去讲 真的是没错 如果他要修的话 我记得中美断交的时候 一个礼拜之内 就开出了全国代表大会 一个礼拜 如果你知道 虽然规模很大 一个礼拜就可以运作出来 所以他其实是不想修那个东西 那没有关系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这个 想要又不敢真的表态 你知道现在党里面 刚刚大家讲一人政党 一言堂 其实所有的主要的位置 都是马金庸的人 如果到时候做手脚的时候 很容易就像刚刚任俊讲 还有做手脚 真的是一万多票 他们以为稳荡荡可以去选 结果一登出来六千多票 都快昏倒 因为他说你不合格 你就不合格 真的要看这次的过程 对朱一人 不管是国民党的六都里头 尤其像朱一人只赢两万多票 每个人看开票 大概大家的想法都是一样吧 怎么会是那个票数 一直是这个样子或什么 可是问题是 根据地当然重要 所以你说朱一人 如果要不要选2016或什么 大家都在讲说 如果要是他真的要选 万一他还要辞的话 那你要辞的话 那不选的 是不选 不会赢的 会不会是 一定输掉 游行军最近动作有多大 你觉得游行军最近动作 这么大目的是什么 他也在赌朱立伦 他也在赌嘛 他就在赌朱一伦 你要去选2016 你想想看 游行军这次输两万多票 而且选后的声势 比选前来高 好像比选前来得更好 然后呢 那在过程当中 你不管说他落泪 他打悲情牌 讲说被打压 或什么这些 但是他的目的 就像刚刚电话讲 明眼人一看 他就是在赌你嘛 朱一人我就赌你选2016 你去写 好 你派谁 好 侯友宜吗 OK 现在看起来侯友宜 你如果派侯友宜 你不管你派谁来 依现在就分回 朱立伦主帅出征 只赢两万多票 你告诉我这一仗 你真的有把握回答的你吗 除非这一年里面 让大家看住 看到国民党 开出个花儿一样的 一些政绩的表现 要不然的话 你告诉我这一仗 凭什么打 好 这个都是要考量的 问题是这一次选完 大家都讨论了这么多 说到底为什么国民党 会败成这个样子 或者什么 终于找到败的最大的原因 一个是圣文表哥 对对对 另外一个 宛军表妹 是宛军表妹 对啊 这是表哥跟表妹的 你不觉得国民党 败选检讨的时候 宛军表妹是一个 那为什么 这是他们败选检讨的吗 对对 检讨报告 特别点名了 一定得在上面 是直接说点名连胜文 不过那天当时 刚刚在现场是说 没有了 他没有说连胜文 可是人家里头 就写台北市 首都选战 影响扩及其他县市 他讲的一定是逢光源 他一定讲的是逢光源 不是 你不觉得 这就这样吗 不是 其实国民党 我刚刚为什么说到现在 还没从那个震撼中间 醒过来 你知道但是对立委来说 会吓到 因为他明年就要选 为了延续他的政治生命 所以大家出来会 连熟去拱朱立伦 因为如果说 我下次要跟他选立委的话 我只要打出来 选吴敦毅就等于 就说跟马英九是一样 就说候选人 所以他不会 同样的这些人 他要切开马英九跟朱立伦 所以才会出来搞 不是 你看 他讲说这次 为什么这次国民党 在开中谈会 然后他们开一个 败选报告 然后当然我们是玩笑话 说搞到最后 就是一个婉军表妹 一个婉军表哥 好像就他们两个人 怎么可能会是这个样呢 好 一个是 因为他讲首都 另外还有 在票源优势区域 才政党对决 诉诸中韩FTA 忽略网路议题的一些发酵 报告指出 部分候选人 竞选才冷处理 失去为政策辩护的机会 也让选期不利而语发酵 同时为发挥 联合竞选的动员效益 请问一下这场选战 光请国民党有几个人 有联合竞选像这样的能耐 越联合竞选越糟糕 他们摆明了要讲的 大家都很清楚他在讲谁 就双北嘛 对 人家在讲说 搞了半天就是北部三太子 然后就被打成太子党 其实谁最知道国民党为什么失败 就是这一波的媒体 尤其是电视名嘴 通通都有分析到 那你就说他看电视他也应该知道 是啊 讲的都有道理嘛 那可是为什么他很偏废 就是指责别人的不对 他们里面没有加重说 就是马英九 他六年执政 以及行政团队的荒腔走板 然后造成复合式的灾难 应该是这样 当然是复合式的灾难 这叫累积性病发症 他不要是真的要认真检讨的话 如果真的敢 你就直接在里面讲 你告诉我黄秘化 这些算不算 这里面是很重要的败选 你就直接点名嘛 显然大家不敢碰这些东西 你知道过去不管民进党败选 或者国民党败选 他们的那个败选经常报告 我都留着 报告报纸也留着 那个如果报纸刊登一整个版 你看民进党那是失败一整个版 那有些人又要说什么 新民进党运动 像罗文贾最爱提这个了 大家就打他 你就不就嫡系 你也拿了阿扁的政治现金 那每次你输了 或者说你没选的时候 你就说新民进党运动 那老的不好就你出来好啊 就是他们败选的时候 也是兵荒马乱的 那我们就看到 你最主要的因素 你不先提 好那我们在退合球技 的确连胜文他个人条件 很大的问题 再加上他那个官三代 我就觉得梁文杰 过去出的那一本 后来又再制的那个 就是连家 两代自负传奇 他就 补照进去就是他封面没改 他就应该改成 连家三代自负传奇 因为连胜文还没选上 没有用权来谋钱 所以他只能补一些零税资料 那个真的发挥了无限的功能 就是他非常清楚 然后说实在很多名嘴 他不是我们跑政治出身的 也不是跑新闻出身的 Google的资料 网路上的上面爆挂啦 PTT啦 甚至像这种资源 他很容易运用 所以就不断的发酵 再加上你一把连胜文 我坦白讲 收视率都高 本来没有进场的 后来纷纷进场 你看我们周姐 很红成这个样子 那有事有 事必有因嘛 所以我就觉得 连胜文他们绝对是一个因素 我们都分析到了 是 郝伯春跟连爷爷 你们两个总是鞠躬确尾吧 对 然后 郝伯伯真是锐不可当 郝伯快做过八年 唱国总长啊 做过国伯做过行政院长 你真是一介武夫啊 为什么 现在还在骂 我说你不把你儿子做死 你不甘心 你儿子这次躲过一劫 因为他连任 完成八年的任期啦 结果 连胜文的效应跟 家族政治 金权政治 再加上你候选本身 如果又炒地皮的 重视不是你本身 直接 但是在你的限制之内 如果过去有你的副县长 等人出弊端啊 那你真的没有活口了 那我最后 看到最后一天 吴伯雄啊 我们都伯公啊 他身体不好 逐这个拐杖 上了连胜文的台 那你知道吗 连胜文那个 所谓他是集所谓的 像顶星黑星有的 那个什么个啊 星啊 铅啊 铜啊 那些元素 搞不好还有戴奥心 那个场子 他在选战过程 他集很多这种严肃 那你去帮你儿子战 父亲帮儿子战 这是理所当然 你偏偏去踏上那个场子 我一想说 哎呦你还去帮 辅选连胜文 你儿子自己也是官三代 你们家这三代 都是桃圆县长 哇那个所谓的 外溢效果 那个扩散的 或联谊效果 或者说你讲蝴蝶效应 那实在是太强了 那再者你可以去比对 像选后很多人拿柯P 他们那时候怎么打选战 哎呦我真的是 要跪下来真的甘拜下风了 因为没有人这样打过选战 他颠覆掉所有的 那你如果国民党要选 他们面子拉不下来 可是事实上 很多候选人都在偷看 你们怎么靠这套银 他现在还有什么面子 拉不下来的呢 都已经输成这样 对啊他们现在 讲我们台湾话 直接讲都输得疼口 你现在还有什么 拉不下来的 连家面子拉下来 没有啊 就说你马英九干的 还偷偷摸摸 透过一个主持人传达 那马英九 早就已经打安全针了 就说是条件不好 佳英话你说条件不好 那你佳英话好 那马英九干嘛换掉 你们条件好 你们真条件真好 就说大家互相指责 所以现在只有 说很模糊化的一个东西 那我是觉得 朱立伦今天 如果你前面扭扭捏捏的 已经很难看了 现在好歹挤出来 像挤那个牛奶一样 你挤出个34个 凑上去过半 你还不出来 我说实在的 你没有希望了 因为你根本就是 看似不是人军 还不是雏军 那如果他这次出来 党主席这个位置 绝对是炮灰 你不像蔡英文立下战功 而且呢 我如果说他愿意接的话 那代表什么 必其宫以义 他如果不一次送座堆 而且在那个过程当中 带兵打仗立下一个战功 我说实在的 你就算勉强选上这一任 你打败蔡英文 你也不好 没有办法连任 所以这个国民党 最空虚的时候 谁杀出一条血路 你别小看吴敦义哦 今天新闻的报道 我看到一小段 我觉得还蛮认同的 你看马英九下什么棋 他下吴敦义 然后他下吴敦义 他为什么不下别人代理主席 他下了一个红袖柱 党命书长 他又有说 有去连结关中 我们关老爷子的这个势力 他是一个 就是你站到马 如果他指定的这个角度来看 他绝对是围成一个防护网 那这个防护网 你可以看到说 那个吴敦义进去了 所以我是认为说 如果以吴敦义之前 什么情跑 现在又是 非开出一条血路不可 然后呢 他在这个党主席这边 如果他不进去卡位 你就像那个蔡英文再怎么样 上次也是卡到党主席的位置 这一次他杀出一条血路 他的党主席位置就无法动摇 以吴敦义的名字族个位数 人家朱立伦跟蔡英文拼 好歹都三十几 三十四对三十六 他小数两趴 那你吴敦义只有十几趴 或个位数趴 你就趴下去了 你没有马的奥元 不行 之外你的名义那么低 然后又没有人拱你 那他真的不用求勇了 直接就灭顶了 所以他必须要 有一些这个力争上游的一些 所谓的权谋也好 跟动作也好 OK 好 不过牛航哥 我们光是看到 国民党的败选报告 这真的是有检讨吗 这首要战犯 他真的是连胜文吗 其实你看这个政党的败选报告 就知道他下次会不会赢 所以你看就是 我看起来他下次还是会输 因为他完全没有找到原因 他怪说所谓的什么媒体 给他取个叫北都三太子 就是连胜文 朱立伦跟吴志阳 没有错了 首都的选举向来在 所有的县市长选举里面 受关注的程度一定是最高 可是他里面有一段话 他说很多返乡投票的年轻人 他根本不知道 自己家乡的候选人是谁 然后把台北的情绪 跟看法带回去故乡投票 是选县长 不是乡长 我不相信这些返乡投票的年轻人 他完全不知道 自己家乡的县长候选人是谁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你光从这一句话 就看出来说 国民党真的有检讨吗 他真的有对年轻人去了解吗 这次很多人都认为说 手投足出来投票 是国民党输的最大一个原因 但是因为 中选会还没有做详细的投票的年龄 的分析 所以我们还不敢确定 但是一般评估是这样子 那如果真是这样子 你国民党有没有去了解 手投足心里在想什么 他们要的是什么 他为什么不投国民党的候选人 绝对不是把台北的情绪带回去 这么简单就可以处理的 另外他提到说 这个有些在选票优势的地方冷处理 那请问这是高雄台南够冷吧 很多人到现在还说不出来台南市长候选人 国民党是谁 对不对 黄秀双 不错 你真是称职的主持人 真的 因为为了这个我们记了很久 很多人完全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不是真的 我说实话 国民党这一张推出来的时候 大家真的很费神要去记啊 对 那你说好 赖清德成局处理的够冷吧 请问民进党在高雄台南有没有输 不保票输还大赢 一个是赢最多票 一个是投票率 得票率最高 所以不是冷处理的问题 那更好笑他讲中韩FTA 请问中韩 我不晓得哪个中央党部党工写的 中韩FTA是谁发动的 马英九 就是执政的政府跟你中央党部发动的 记不记得那个广告 还有韩国人 对 那个就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登的广告 那个广告是你自己登的 这一连串的公式是你执政的中央发动 然后现在选输了 怪这个广告说 你看没有发酵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从头到尾都在检讨别人 从来没有检讨说 你们这些中央党部浮选的这些党工 你们到底有没有责任 那到底是这个责任 这个指令谁下达 是党秘书长下达的 党主席下达的 还是国安会秘书长下达的 里面我们完全看不到答案 那这种检讨报告真的 套一句佩芬姐的话 丢到垃圾桶就好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年轻人现在在想一些什么 我说实话 不要说这些国民党 连我们每天在接触媒体 或接触这些年轻人 有很多你都还想不通 像譬如 有一只 我不知道是柯P他们 因为柯P的广告很少 他后来也只有一只的电视广告 但在网路上面 或什么什么 他会比较多那些 然后我是看到媒体上 有一段在讲的时候 有一个年轻人在看 就记者给他看说 柯P他们也有什么 一些广告一些的东西 这都现在年轻人在讨论 譬如讲一些 你说网路的一些 其中还讲到一个党车 你知道吗 我会看 你会问党车是什么 不是你知道吗 各位党车是什么 你说摩托车那个党车 党车就是我们那个年代 打党的 三洋 要打党的 要打党的机车 现在我们都认为 现代人谁会给你要骑 那样子的 现在很夯了 我就跟你讲 我告诉你 现在年轻人 为什么 不苦 没有 不只是不苦 我会知道 是因为我小孩 跟我在聊党车 他讲说 你们以前骑的党车 我好怕 什么什么 那是从海角七号 范逸诚一开头 那一句话开始红起来 OK 对 他骑的就是党车 对 我就跟你讲 我们现在的脑子 觉得说 我相信国民党这些人 要不就是开车的 他不知道摩托车这个 但要摩托车 你也觉得现在摩托车 都是骑那种 苏克达 对 苏克达那种 就是自动排档的 谁还会跟 没有 现在年轻人 会跟你聊的 他会喜欢的是这样子 那你告诉我 你看 我是因为看到 那广告党车 我看觉得很OK 因为我跟我聊的时候 会聊到这些 你才会发现 现在年轻人 他在想的 你说这些人 怎么可能会知道 这些东西 他不会知道 党车比较过瘾 你知道 你加速的时候 他不是喜欢 我刚才再透露一个秘密 昨天 这个 前天的这个 检讨报告是关门的 不给媒体进 对啊 因为他们的 检讨报告的 最重要的一个项目 是什么 媒体不友善 这次选举是败在媒体 就说你啊 就你对他不友善 所以记者 都你们 都你们 温姐 你干嘛那么不友善啊 对啊 我就想说你们 永不可能对人家好一点 整个在检讨 叫做媒体不友善 其实我们都是听主持人的 请不要 通通败在媒体 这次的选举是败在媒体 对对对 是败在媒体 是这样的吗 对对对 然后刚刚讲的那个 他们已经进化到 柯文哲股份有限公司 他搞 就是你刚刚讲的 他完全用网路上面 点进去关键次 开始做分析了 他未来会成为选举当中 当红的一种处理方式 那可是你今天看到 国民党还是关起门来 哎呀 东马是这些媒体 每天照三餐照五餐这样骂 从早骂到晚 不骂不倒也怪 所以昨天 国民党的那个检讨会 记者不要进来 记者不要进来 关起门来 痛骂媒体 这就是他选战失败的检讨 最主要的原因 都是你们不友善 OK来文哲肯 你说那个党车啊 其实应该发音叫 Krutch Krutch 对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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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到党车 各位以前行不行党车 有啊 你还要更细一点 去分他是国际党 国际党 我这样讲的 这个还有一个是循环党 循环党就是一直往下踩 国际党是一党往下 要再四五六往下 大家原来是 我们都骑过党车 山羊野啦 Wispa啦 对对对对 柯文哲他的青年军事 真的是贴入了民心 但我觉得国民党的失败 可能大家不愿意去正视的 就是黄民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其实效应 我始终百事不解 为什么郝伯春 三天前还在中山大学演讲 又在提了 好像一次还不够 他非要把这黄民话 一直要讲到大家觉得说 对你们这些人 深无痛解才 所以 柯文哲当然他 其实他们很低调 因为尤其他父母被点名 或什么什么青山文哲什么 我觉得他们都不吭声 其实越不吭声 其实越会咬人 他常常讲他是狮子 狮子是静悄悄的 当他张开口的时候 就是帮 像这个标里写的 帮国民党装叶克膜 所以国民党本身 不要再内斗 我是觉得关起门来 如果说媒体对你们不好 确实是不好 因为表现太差 他没有检讨他施政不好 人民生活痛 如果要讲施政不好 或人民这些的话 我想要问一下 你没有发现 我不懂 照理来说 大家都觉得要打一场 这么大的选战 应该在选战 快开打 要投票前 会把所有政策利多 全部都试出来吗 就讲什么三千多余或什么 但是你没有发现 是选完以后 但是选输得太惨了 选完以后 还出现力多 对 所有选钱 你觉得不太可能 或你问他 他也不答应的是 现在看起来都有端倪了 油价也要降 油价是一路降 对不对 因为电价油价降 电价要降 奶粉钱也可以讨论 然后呢 华世线也可以讨论 阿扁也可以讨论 你要不要出去 什么事都可以改变 怎么样 选举还真的好用 不管选钱选后 都这么好用 人俊 太好用了 换句话讲 因为选举结果 让我们的政府 终于愿意面对这些问题 OK 因为选钱 大家谈留了那么多年 大家也没什么感觉 虽然选输了之后 终于愿意 给一条生路了 从这个方向想 我觉得还是给政府一点肯定 最少他愿意 OK 因为他如果要是 很多年以前 都是这么样的明快 去反映一些明末的话 是啊 其实大概那次 也不至于是这个样 所以我讲 如果一个政府执政了六年 然后你的施政的一个基石 因为一场选举 然后媒体骂了你几句 骂了你几天 妈你几个月好了 因为这样你的政权就这么垮 你不觉得你的施政的 那个政绩也太薄弱了 已经不是石头 大概是个豆腐 一敲就碎了 您刚提到那个 选举的败选检讨 我记得当时太阳花 还在占据立法院的时候 我跟几个国民党的立院党团干部 我又跟他谈论过 我说我觉得 以我媒体立场 我建议你们应该走出立法院 去看看在立法院外面的那些学生 我当时跟党团干部讲 我说你们要面对的最大问题 绝对不是在议场内的那一群人 你们要面对的是外面的那一群 因为那一群才是完全没有资源 他愿意坐在那个地方 吹风下雨 然后晒太阳 他们愿意坐在那 你不要只眼睛 只对着你的敌人 好像是议场占据那些 占据议场那些人 就是很万恶不错 我说你不要这样做 很可惜 没有一个国民党立委到场外去看 我为什么会提这件事情呢 你如果再去看他的检讨败选原因 他其实洋洋沙写了六点吧 那其实很简单 他就只有分几个项目而已 其中一项就是年轻人嘛 为什么 为或年轻人认同 为整合网络力量 站在公民团体 那不就是年轻人嘛 那三点其实你画人就是一个嘛 可是向来 我为什么刚刚提那件事情 就是说 你现在提出败选检讨 然后呢 我觉得大家不在乎的是这点 你知道国民党败选 他真正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吗 不是吧 我们在选前 我们所看到的 那个状况是 连国民党自己自身的支持者 你都不愿意出来 请问在这个败选检讨报告里面 有提到这一块吗 有提到你的党员 在这一次投票里面 连党的政策 他都不愿意去支持吗 没有 你出来弄出了一个叫做说 因为你在执政的时候呢 有些候选人 冷处理选战时 支持者投票意愿低落 你讲的简单 就是切割嘛 我的市议员的部分 不愿意去帮我的市长候选人 去帮我热处理啊 希望切割 不要让我自己也不当选这样子 我会觉得就是说 你国民党 现在我们在谈论说 有没有可能是从钟摆 还是变成骨牌 那我现在来问一个是 那个钟摆的 已经停了吗 什么叫做钟摆 钟摆是他打到最高点之后 他才会回来 理论上来讲 现在选举是一个点 也就是说这个钟摆 撞到这里的时候 发现到不对 这里有一堵墙 让国民党这堵墙倒了 理论上他应该才躺回来 可是对于国民党党员来讲 这个钟摆打到这里 这个墙倒了 他急速了吗 没有耶 你现在看他这区就往前推 为什么 他还没摆让中最高点 就是你现在看到了 这一段时间里面 国民党里面到底谁要出来 选党主席的这件事情 会让很多的党员 他会害怕是这个钟摆 还没有停止 我给各位看一个 谁是约书亚 2014年6月15号 有没有看到这个标题 当时还在讲说 朱立伦要不要选新北市的时候 有媒体就出来讲说 金浦中说服马英九 让朱立伦接棒哦 里面这边就讲得很清楚 说知情人士说 金浦中以大船离港 记得吗 我们那时候 哎呀终于冤阴放走了 在败选之后 就有媒体人开始出来放消息 说金浦中呢 其实已经去找过了朱立伦 跟朱立伦谈过之后 希望朱立伦能够出来选党主席 你知道那个很多人 他党共的氛围就 哎呦 原来你朱立伦跟马英九 金浦中在一起啊 很多决定都是人家推给你 让你出来做的 所以刚刚有来宾提到说 后面我们怎么看到 金浦中感觉上要冷处理 他当然冷处理啊 这个时间谁还要跟你挂钩在一起 可是你用了那么多的 权谋的动作 或者很多的小动作 去操作一个媒体 你说国民党 在这次选战当中 没有用网军吗 我就不想拿照片出来 你们有没有去篡改成局的照片 有没有给他弄得很难堪 民进党今天是没有把那些照片 拿出来给大家看而已 你今天只是在放大说 哎呀我自己本党候选人的照片 或什么的 被人家欺负到 你们是怎么恶搞 人家民进党候选人的 那些东西在网路上没有流传 你们没有看过吗 你今天可以大喇喇的出来 告诉大家讲说 错都在别人的身上 你有真的反出检讨到自己 我觉得很多时候 国民党对于这种败选检讨 当然你可以心里如意嘛 民进党当年2012年 总统败选的时候 他写了那篇报告 也很多人骂啊 很多人也骂说 你这下了 没什么东西可以用这样子 然后也讲到就是说 你们讲什么两岸路线或什么 当时有讲到说两岸路线 曾经是蔡英文 那是选举败比的原因 党内有没有其他意见 也有啊 也有人认为说 那个检讨报告一无是处 也有人讲说 你败选检讨之后 有没有针对你的两岸路线 去进行调整 我们现在看起来也是没有 所以我必须要讲 我知道现在国民党内 有人想要在这一段时间 因为你反正要党主席选举了嘛 他们要推一个叫做政策大辩论 就是未来国民党路线应该在哪 我认为那是国民党 他想看到了 国民党现在要想的 其实不是未来 你先找回你的党员比较重要 但是我觉得一个悲哀 就是我常常讲 现在这些各个部门的负责人 是真的 就完全把国民党 那个运作机制完全腐朽掉 所以那篇文章就是说 他的选举底部深不可测 因为他整个选举的组织崩盘 然后他们根本不会服选 你知道过去国民党 是花了大钱砸钱去选举 我记得那个时候 2000年选举的时候 有一天我在那个党部门的 那个洗手间 有两个党工在里面骂人 他们骂什么 因为你知道 跑到办公室不敢骂 就在洗手间骂 我正好进去听到 他说搞什么东西嘛 选举都还没开始 那个就是那个 媒体的那个钱 就已经花了上亿这样子 就是选举都还没开打 就已经花了几亿丢下去 花到哪里 那两个党工一定是 看得不爽才会这样 所以换句话说 以前的话他用钱砸 但是他还在运作 但是现在根本就 没有运作能力 就发新闻稿 就是刚刚讲 一个问题就发一个新闻稿 他没有一个全部的 党的政策跟方向 那个主持人 昨天的这个台湾指标民调 已经告诉了 马英九在临辞国民党 因为2008年 刚刚讲了 虽然是特别费 他要选也是一如反掌 可是他今天的民调 你知道吗 对他没有好感 负降好感达到78% 是有史以来 2008年以来 有史以来是最高的 那你知道对于国民党的好感 不好的负面评价 还有六成 也就是78比60 还多了18% 对国民党的 跟对他的 对他比较不满 对还多了18% 还在扛 就扛他了 他就变成资产变负债 而且这包袱非常非常重 那民进党也逆转 他这次是选举完的 一个大逆转 他对于民进党的 你知道吗 对于民进党的这个评价 已经到了四成三七 比国民党的评价 好的评价 21.4% 大概两倍了 对于他的好感 对民进党的好感 是52.8% 对于国民党的好感 是34.5% 你知道这有什么影响吗 一个政党形象 单一选区两票制 我要投的一票是候选人 一票是政党 如果你在这里 政党形象没有办法扭转 那立法委员正式大败 因为他的两票里面 我除了选区一 我还要选政党 所以这次的党主席 其实有非常大的一个责任 那我必须讲 蛮久的这个过程当中 到现在 还不愿意开 这个临时党代表大会 然后去修这个党章 这整个的临时 国民党到现在 一直被拖累 以这次的民调 给大家看到的是 他从上任以来 到现在已经 一直走下坡 走下坡 还无止境的下坡 这无止境的下坡 现在国民党的人 如果不自救 就集体自杀 明摆着就集体自杀 不过如果吴敦印是扛着 马英九的那个支持 他的党里面也占不到便宜 我真的坦白讲 为什么他现在不敢直接去 辞掉党主席修改党章 因为那样一修的话 我觉得马英九的影响力 在党 会不会在国民党里面 在国民党里面 这次选党主席 会不会也出现上 这次竞选 票头某某某 就是谁 马英九 我刚刚讲的就是 这样不就很好笑 我刚刚讲的就是 不行 这民间党要申请专利 没有 我刚刚讲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说吴敦印出来 就会对人家选择这样 因为党员 那我刚刚为什么 前面讲王金平 他那时候选 大家就觉得 王金平选上 你都会办事会上 那这次如果说 吴敦印真的要选 然后大家就讲 还是马英九在后面操控 这些立委会去联署 目的也就是这样 他要摆脱那个东西 他下次选的时候 人家也照样挂一个牌子 你不就挂了 而且差别是 这些区域立委 因为讲区域立委 他有选票 所以他愿意去帮他 充党员的联署数 那个其实是真正 你真的要去参选 党主席的时候 你最大的难关 因为这一次的党主席选举 太短 他的时时短到 你没有办法 那么快里面拿到 那么一万多份合格的 那个联署数的状况之下 有区域立委愿意帮你背书 其实朱立伦就省掉了那一段 说我要自己去运作的时间 你相对的其他要选的人 他就必须要自己 想办法去弄到你 当然他也可能弄得到 可是我就讲说 那个认可率的问题 那才会是最后真正的关系 还有一个用意 就是明年五六月 其实立委就要提名了 这些区域立委 如果今天帮朱立委 明年这些人就保证提名了 那你如果这样讲的话 那每一个 因为像孙大圈委员来 我们讲说 其实他们是希望 党内的有知知识 都能够出来拆卷 所以只要来 想要连署的 他们都会去连署 那如果我会买保险 那我就每个都连 那是鬼扯的 孙大圈是谁 你帮谁连署 孙大圈还没连 我就讲白一点 你帮周旭扣连署有用吗 不能 他说很可怜 参选资格都没有 所以像这样子 譬如说 人家问你要不要帮朱立委 连啊 当然连署 他为他自己 都会选上嘛 对不对 那谁选上的 到时候连署名单 朱立伦一看 这个廖正景第一个 好吧 就提名咯 朱连晃你 你这样子太现实 你这样太现实 哎呦 初选啊 初选 我跟你讲 很多政党的初选 其实都 刚刚人军讲 国民党有很多的 技术门槛在里面 不是 你还记不记得 这次大选以前 有一个杂志报说 如果要是在 譬如台北 如果票开不好的话 那那些栏尾就要被斩首 用这个词 那个斩首意思的词是说 那下一次立委选举的时候 就想尽早其他的人 就会有 你就没有什么现任优势 就会有新人挑战 或什么这些 确实市议员 蠢蠢欲动 台北市的市议员 蠢蠢欲动 现在发言都是台北市的议员 因为他们已经选过了 然后准备来挑战立委 OK 文青哥 我们现在来看 光是国民党 他们现在在败选 这样的检讨情况之下 现在这个钟摆 是不是真的是没有摆到底啊 那个 这个谢长廷前两天在英国 那个亚非学院演讲 他是说 国民党大概会被打趴八年 嗯对啊 那八年你就知道 这个这个应该是 应该是 钟摆还没到 骨牌效应了啦 国民党其实曾经大败过 我觉得 那一次的真正的大败 当然是离开中国大陆 那蒋介石 他甚至讲的重话 他亡党亡国了 所以彻底改造 那个改造是真的改造 因为我们后来看到了说 台湾实施 三七五检出 跟着有七天 一切 那个是陈陈啊 就变成接班人嘛 但是他甘来死掉 后来是严家干 所以现在吴敦翼的角色 我现在搞不清 他到底被马英九 是当成陈陈 或者当成严家干 如果说是严家干 我觉得吴敦翼没那么乖 可是说他扮演陈陈的角色 还没那么难 所以现在是对国民党来说 他现在是两难 那共主当然现在很明显是朱立伦 所以我是觉得朱立伦 最好早一点 不要说让党内 连署那些 其实朱立伦也没那么笨 他有他的系统 他基本上新北市的小内阁 其实当时网络很多中央的大员 包括侯友宜这些都当警政署长下来的 警政署长的话 你要知道他绝对是可以知道 八万警察大厅 对 他那些老关系一打探 所以对马英九来讲 我觉得这幅笑话是很好的 他对这个行政院长在那边讲这个笑话的时候 好笑吧 虽然太好笑 马英九不要再搞什么笑话 什么磨吸不磨吸 或者什么的 你就闭嘴 你就让下面的这些人 该出头的就出头 因为你并不是摩西 你也不是蒋介石 你也不是蒋经国 我从1978年就跑国民党新闻 台美断交的时候 我在现场看到蒋经国 真的那个党员 真的 真的就是 他们当时在中三楼集会 我在现场感觉得到说 就是好像存此 就是说已经是 退此一步几乎失措 一定要把台湾救起来 国民党一定要有这个 有这么一个退此一步几乎失守 要不然不是打趴八年 八年之后无限期 请问一下 刚才讲说这次选战打完以后 很多在选前 你觉得不可能的 或是大家觉得说没得好谈的 好像现在都OK 其实我们最关心 长期来最关心是民生的一些问题 可是除了民生的问题以外 包括你说像这次阿扁的议题 选后因为民党夹13县市首长 然后一起出来开的第一 应该算开第一枪 就是直接跟中央讲说 阿扁的这个问题 所以在上礼拜 礼拜三的时候 孙大先生在现场的时候 他讲的意思是说 他跟蔡华文委员说 你们13个县市首长 来跟我们讲这些事情 你们参选的时候 有哪一个人把这个摆在里头当证件 你们现在大拉回头来 地方包围中央第一件事 就直接来跟我们讲这个东西 OK 他们也很不爽 那但是现在看到这整个氛围 我不知道 请教一下现场六位 请问你觉得阿扁会在 大家大部分都猜圣诞节 我们应该拿元旦好了 就明年元旦 明年元旦以前 阿扁可能会 保外就医回家吗 有可能 有可能 对 光潔 不排除 不排除 有难度 有难度 我基本上会觉得有难度 因为12月3号 我有碰到陈志忠 他因为他看到我 他特别走来跟我握手 我就跟他讲 我说其实 作为一个总统被关六年够了 但是我基本上还是一以贯之 就是我主当时特色 我说但是你的父亲 应该出来道歉 然后我说包括你们的家人 因为他曾经跟法官那个 协商认罪是不是 他说 他说我有在法庆上有道歉过 我说你就应该站出来道歉 包括你的父亲 我绝对赞成特色放他出来 OK 不可能 不可能 完成他 元旦以前 元旦绝对不可能 因为马英九现在在营造一个氛围 他会放 但是他要把这个胜宜价值 就贬的最后胜宜价值 让国民党铁面的总统候选人提议 那还久了 不会 搞不好马上党内共事出来 比如说朱立伦 由朱立伦来讲 那马英九就接受 然后把这一个 真的 这是最后赚钱 好歹再给他一个credit 对 最后剩一架 王金平还没解决 最后再解决 如果是王金平 就由王金平讲 我马英九心难接受 我马上特赦 王金平讲 王金平自己的问题都还没解决 这样很奇怪 就是说 你不先对王金平策告 先把陈水扁放了 那不是对敌人比对自己人好吗 你对党内怎么交代 所以我觉得 为什么我刚刚觉得说 这个元旦或圣诞节之前 是有机会 我是觉得说 因为罗英雪出来开记者会 这个动作非常不寻常 我想五哥你自己律师很清楚 我们大概跑新闻这么久 没看过法务部长 针对一个受刑人 能不能把外就医 出来开记者会来说明 然后还告诉你 有好几步 指点几条明路 对不对 然后很快的 他的委任律师 郑文龙律师 前天也马上去递撞了 所以 那其实我觉得保外就医 今天我同意 这个议题其实激起国民党里面 很两极的看法 有一派人认为说关六年够了 那有一派大概就比较像 孙大前孙委员的看法 说你都没认错 你也不认罪 你凭什么出来 其实 特色跟保外就医不一样 这个大家很清楚 就是你要特色他 那个是总统的权利 那其实据我知道 陈水扁自己他也不太能接受特色 因为他从头到尾认为自己无罪 无罪干嘛 干嘛被你特色 他自己承认啊 自己有承认讲 他做了法力不容许的事 那反正那他们 他们可以有他们的主张 那他们其实现在积极争取的是保外就医 那我觉得保外就医这件事情 跟你有没有认罪 其实他是不相干的 这样的问题 请问罗部长讲说马总统我们都不知道 他只有先跟江院长讲 你不相信吗 我不相信 光琴信不信 也不信 任俊 任俊也不信 任俊也不信 如果他知道的话 那就是真的有够阴险 所以你绝对不知道 我觉得他应该知道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先丢出来 然后就是刚刚任俊说有难度 OK 进来知不知道 马总统知不知道事前 陈水扁写信给中国时报 11月21号写给他的时候 另外一份就到总统府 所以他同时一份到总统府 温哥马总统知不知道 风传媒都已经直接讲 根本就是马在后面操盘 直接的 所以他一定知道 他一定知道 而且我的了解是 其实写了好几套剧本 这个剧本在选前就写好了 就是ABC几套剧本 那就看国民党的选情如何发展 然后决定拿哪一套剧本出来 那现在拿出来这套剧本是 他们原本是放在抽屉底下最底下那个 原本不想拿出来的 应该是从垃圾桶面前拿出来 因为没想到 所以那当然 从头到尾 陈水扁能不能保外就医 他本来就是一个政治议题 因为不管是你说这个绿的也好 特别是一些很始终停扁的人 或是说马英九也好 其实都把这个当做政治议题在操作 那我也同意温森刚刚讲的 就是说会不会把陈水扁这个剩余价值把它榨干 把这个球最后做给总统的提名人 也许在他提名的确定提名那一天说 我认为陈水扁应该要保外就医 也许这个这个可能性 可是我觉得这里面存在一个风险 就是说当你国民党在大败之际 你罗云雪出来开了这个记者会 让很多人大多数人觉得说应该有希望 然后你就再拖下去 我觉得这个风险很高 他又回到矫正署 对 这是一个超级险棋 我觉得这是一个超级险棋 这个险棋跟某种程度 跟这个礼拜的撤党提案的发展 不是本来媒体上面讲的是说 会在国民党中常会的时候 会挺王派的 然后会提出那个案 然后吴富是代主席 是不是也就会讨论这个 所以顺理成章的是不是又这样 结果到了礼拜二 到礼拜三的时候 整个好像整个突然急转直下 这种感觉 我那天就讲我说这样子比不讨论更惨 可是你就弄了一个东西 所以为什么你看王津平在不在乎 后来不是讲他还跟 他跟吴富不是一起去参加一个国家新创讲 他还问他 你就知道显然他们也在媒体报道 他也觉得说 有可能喔 没听说这个礼拜 搞不好就撤了 结果没想到问完以后 所以你想想看那个怨不是越解越深 所以你如果这种玩法的话 因为你王津平撤党籍案 其实就是说对测不测 其实对这个诉讼本身 其实我觉得影响不大 影响不大大家都很清楚 那就是一个王津平 的问题 还有就是说是不是要营造一个 党内大家团结的形象 这个影响可能没有那么大 可是陈水扁这个事情 如果说你出来还是跟 跟耍王津平党籍案那一招 就虚晃一招 然后回到矫正署 回到原点矫正署再驳回 这个会出大事情 我觉得 这个议题是陈水扁自己提的 这个议题是陈水扁自己提的 他11月21号就给中国时报 你觉得中国时报 不会拿给总统府吗 他为什么押到12月3号呢 他的投书11月21号就进了中国时报 你觉得是有人听外面讲吗 然后到了12月3号 他没有在当天登喔 他押到了 他们可能自己判断觉得在选前 会造成另外的一些 那这个消息会不会进总统府 那这个议题的发动 不是总统府发动 这个议题的发动是陈水扁发动 没有这个议题发动应该讲 第一个是陈水扁 前总统他写了一封信 然后接下来呢 在选完民党13线首长 在小英带 就直接 我想地方包围中央 开的第一枪 就是这个 这里面有一个内幕 其实陈水扁希望被保外就医 过去三年来不断的都有动作 那过去为什么 从来没有法务部长出来 来开记者 当然 就陈水扁站在陈水扁的立场 我当然要发动嘛 那你法务部你可以不理嘛 你决定要理 你也不理我三年 对对 你决定要理就是一个动作 OK 那为什么会有县市长 这个因为 吕秀莲在选前 有一天他去新北市 陪一个市议员候选人扫街 那那个市议员候选人 他就讲说 他以前跟陈水扁很熟 很久没看到他的 那吕秀莲就想说 好吧那选后 我带大家一起去看他 所以为什么前天 吕秀莲带了很多人去看他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说 其实他们在选前的时候 就开始有人在串联了 就说希望 如果选的还不错的话 希望能不能利用这个机会 然后再提一下这个问题 看有没有机会 让陈水扁可以回家 所以为什么一开始传出来 是回家过年 那后来开始 到后来吕秀莲读很大 说耶诞 耶诞节不出来 我就绝食 而且要算年绝食 对一命换一命 我一直不希望他玩这么大 因为有年纪的人绝食 是很伤身体的 真的我真的不希望他玩这么大 你一定不认识吕秀莲 我认识他 他不会绝食 你真的吗 我刚刚讲 就是说温森说 就是说放给总统候选人 去放阿扁 我觉得不可能 因为如果他真的放给 总统提名人的话 我真的告诉你深蓝的票 匆匆跑光 因为深蓝的人绝对不会 就是刚刚金兰讲 那深蓝的人对放阿扁 我觉得是存疑问 因为他没有道歉 另外那天我上网去看 就是在那个雅虎 那个上网去看 就是说他有说 一直关在牢里 应该放出来 那个52%的人说 一直关在牢里 有29%的人说应该放 有12%的人说没意见 然后2%说不知道 所以换句话就是说 对深蓝的人来说 可能跟一般的不太一样 所以如果说总统候选人 来放的话 我看那个总统候选人 就不用 所以人群也觉得 这个当中是有难度的吗 不是 我刚刚讲说 有难度 事实上我应该再加强一点 是非常有难度 因为你刚刚提到的 那个时间点 我已经把耶旦节 往后的那边讲 元旦嘛 我先举个事情 你刚刚讲说 那么多年大家都在喊 陈水边保外就义的事情 为什么只有这一次 法务不要跳出来 是 因为陈水边律师 是在今年6月10号的时候 才正式提出 保外就医的申请 那你知道法务部 什么时候驳回的吗 10月28号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所以他有一个审核的期限 你现在压缩到一个月 除非他真的愿意说 我不只要扩大 那个评件小组的规模 我还要立即加班 因为你如果从他上一次 他整整拖了 四个月就一个月的时间 才完成那个评定 所以我更正一下 我当然非常非常有难度 应该是这样看 就是说我其实大概问了一下 所谓保外就医的这个状况 其实罗英雪 第一时间出来开记者会的时候 民进党或者是停扁人士 是有两派不同的意见 而且真的很凶 第一派在第一时间反弹非常的大 他们认为说 罗英雪你说的 本来受刑人的权益就是这样 你现在只是把程序讲出来 给我们再听一遍而已 可是另外有一派的声音就出来 有一派的声音认为说 今天最少他以一个罗英雪 一个法务部部长的一个身份 第一次针对这个事情表态 我们不要去跟他对立 不要去跟他冲撞 我们营造出一个氛围是 马政府有意愿了 有意要释放成水扁 如果到最后不成局的时候 他会不会变成一种政治操作 有可能会变成政治操作 所以现在你会看到 清扁的人士 还有民进党的人士 现在不去挑罗英雪的语并 他不去挑说你没有成语 你为什么驳回他 你为什么用仪式不能够申请保外救援 拿什么仪式不行就不行嘛 那你干嘛列出什么吃饭吃得很正常 会客会很多次 你干嘛去讲那些理由听起来很怪 他们现在决定不去挑这件事 他们第一次联署是11个 他不是13个 因为有两个人犹豫 后来因为那个氛围的关系 他没有补签 就跟这一次我们刚刚探讨是说 朱立伦那份联署 林国正就不签 他有被问到他不签 因为很多南部的还少数中部的 他们是不签的 为什么南部中部不签 因为我今天跟林国正同台 他也不愿意讲 就是说他其实我为什么 刚刚一直讲朱立伦他能量不够 就是他没有登高一呼 大家全部都靠拢 没有西瓜效应产生 OK 是因为尤其是中南部 你注意看那个名单 我刚刚又仔细看过 南部就更缺了 那中部的话我看到那个卢秀燕 还有另外那个其中 还有江启晨也算 杨琼英那等等 那可是南部的话他是少的 那所以你就看到是说 这一次阿扁这个问题 我觉得不寻常 就是我某部分是倾向 刚刚年化的一个政治判断 为什么 因为这个话题是非常敏感的 我这两天也是跟网路大战 都会被当成那个通缉犯 弄在上面说我鬼扯 可是事实上我跟你讲 扁案真的是你要花工夫去研究 我研究很多年 六个案子定验了 陈志忠是前几天上节目 连这个六个案子他都要推翻 而且有些节目真的很好笑 他们把那个网路上的那种 说阿扁哪边哪边无罪 那个都是错的 他们竟然搬去 列了十大真相去做节目 你看国务交费还在更省中 然后那个二次经案里面的国泰四华的 那个合并案他也在更省中 元大马家的那个 属于病富华那个案子 那个是已经定验了 有罪定验 那每一个这个案子下面一个都跟着一个洗钱 那洗钱的部分就是说他也是零散的 只有两个一个雇重量的政经案 跟另外一个小案子 那两个是无罪定验 他们会把帛琉就是以前不是来位 他们提到一个就是说 阿扁他通通把现金搬到那个空军一号上去 那放到帛琉去洗钱 有两家银行 有一家都倒了 没那家银行 而且没有任何证据 那个是签结了 OK 连起诉都没有 就他们陈志忠的操作是什么 因为我常跟他在脸书上打仗 他就操作 哦 阿扁没罪了 然后说你看我们家洗钱也无罪 你如果洗钱无罪的话 你为什么市议员的资格 高于市议员的资格你被撤销 你们家两栋房子在美国的 已经在台湾 你们为什么要这个被拍卖 然后跟美国对分 有一定的比例 为什么一切的一切都 都我是难以赘述了 但是你从这个敏感性的话题 罗英雪站出来了 那毛治国如果不讲人道那两个字 我就觉得 那或许可以一般看待 那罗英雪说那马英九不知道 但是他先前就跟江一话讲了 好 毛治国那两个字人道 那以前敢讲吗 以前哪个不是叫阿扁认罪吗 蓝英的那个现在还要选举 补选也是选举 明年就要面对那个立委选举 搞不好 如果分开选的话 那毛治国罗英雪 或是过去的江一话 哪一个是不是马英九的人马 哪一个不贴马英九的 今天你说大家就像冒死鬼 一二八八八八 一二三个都站出来了 不寻常 但是你知道现在的刺激点在哪里 刺激点就是停扁那些扁民 他们持续在操作上 阿扁是无罪的 这个我吞不下去 这个东西我跟你讲 这个不能混淆视听 你们现在如果保外界 我是主张人道处理的 人道考量的 以前我不会这样讲 因为阿扁呢 我会不是说他已经关六年了 因为二十年 四岸合并执行二十年 如果假设他六年 然后这边再关四年之外 我不是因为这个 我也不认同所有 是司法案件被你们操作 久了就变成政治事件 我不会这样看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是铁一般的事实吗 无罪的你们说 这个司法正义 当你们被判有罪的时候 他们这几天就在论辩说是 那程序不正义啊 那为什么要换法官什么 那我还要问耶 判无罪阿扁没有实质影响 你都是周战村 我也可以质疑 我也可以像以前蓝军在那边质疑说 他是不是暗庄啊 不能这样子搞 就是一是一二三 你不能只挑说阿扁无罪 你就把整个血染开 所以现在都不要刺激 如果阿扁他的身体状况 真的不行了 符合保药就医的条件 就放出来 如果他特色找就 他愿意的话找就 他愿意认识找就特色 但是呢 我是认为说 你应该问我们的是日期 我要跟你讲说 十月二十五或是一月 日期我猜不准 但是现在的氛围 氛围是朝这个方向 是朝这个方向 你知道我那天碰到陈志忠 我这样跟他讲 他并没有反驳我 他点头同意 同意的是要道歉 你家里面没有 你父亲没有道歉 那你也没道歉 后来他只是补了一句 说我在法庭上有道歉 但是他并没有告诉我说 他不是道歉他认罪 他09年认罪谁的伤 法庭还认杀法 而且他之前说 我父亲已经道过歉 在下午的节目 我亲自看了全程 他说我早就道歉 08年道歉 拜托了 没有 那时候根本就脱罪 他讲的是第一场记者会 在典办的时候 他那个第一场记者会说 我做了法律不允许的事 那个刚后面的 刚刚光晴讲没错 陈志忠就拿了一块大板子 说冲冲没罪 其实那个是不对 那我跟他讲的时候 他并没有抗拒 他就剪头 家家有本能念的经 你说陈志忠或什么 我觉得现在其实 柯文哲讲的最白 柯文哲说 讲阿扁无罪 我说不出口 就很多贬名就骂他 但是柯文哲说 这是政治问题 其实我们看阿扁写出来的信 这个他坐牢以后 其中有一封是给马英九的 4月23吗 马英九的信里面 其实他讲到 他当选总统那一年 他去看李登辉 曾文会特别交代他 新票案要办 然后他说 如果是宋楚瑜那一年当选的话 坐牢的绝对不是我阿扁 这就是台湾的司法 所以你们再讲一大堆 台湾有什么司法 春衣术不一样 对吧 叫人家说什么拿什么 国民党党产 骨瘦比没卖嘛 你们见大不见小 这开玩笑嘛 我觉得说 扁真的讲了 他这一 办公室挂了那个圣言给他的 慈悲没有敌人 结果他现在发现什么 敌人没有慈悲啊 请你花花慈悲 不要再用 执疑司法 全埋推打司法 不能够 扁干阿扁 扁家 贪污的事实 他们要贪毒 是你的错误 你有没有研究 我当然有研究 我跟阿扁认识 从事严到现在 你们一直是 拿阿扁在消费 我们讲新闻事实 我们来讲 龙台湾 我跟你讲 我跟你变龙台湾 你不敢变 我再把资料给你看就好了 我跟你讲 你们这些人 就是说 我们这些人 我们这些人 现在占了大多数 我跟你讲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不能用这种来讲 不要慎选一次就占大多数 世界还是有的 你们如果说 潮流啦 如果说要人家用人道考量 你们还要求除罪化 办不到 没有除罪化 你们就是这样子 我跟你讲 阿扁他甚至还拜托 自己讲说 阿扁还拜托马英九说 特色 排除我 因为他很怕说 特色 全部很多人都出来 他说把我排除掉 人家都已经 讲到这个程度了 你们还要在那边说 OK 所以金兰姐我们来看 阿扁如果要出来的话 先道歉吗 我觉得这个议题 我刚刚讲不可能 你不要再同马蜂窝了 我不是同马蜂窝 我就讲得很清楚了 你不要再同马蜂窝了 我认为这个过程当中 它就是一个政治操作 它在处理的是马维基 就这么简单 你刚刚说毛治国跟张善政 我这样讲毛治国跟张善政 他们把治国跟善政 大家都认为不可能 名字拿出来讲 治国跟张善政 柯契明讲得很清楚 就是垫脚石 他为了能够行政院长 能够上台报告 是个垫脚石 你觉得这个话 听起来是好听还是不好听 就是消费议题 那我问你一下 这个议题过两天没了 就看12月15号 我们的吕副总统 是不是真的要 所谓的绝食 大家在看 很多网络上讲 林毅雄那么高的神主牌 最后都是怎么样下来的 那大家也要看吕副总统 吕副总统最近好像出国 要去国际人权 要去找相关组织 那我也讲了 主持人 我们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 是今天才有吗 2008年到现在6年都有了 国际人权日过了没 过了 所谓的氛围 这个吵一吵就算了 如果它不是个政治议题 它是个什么议题啊 它就是个政治议题 过两天 你还看阿扁再继续写 他为什么一直要写 就是不可能 他刚刚提到柯建民 我不敢列明 刚刚讲到 最好的时机 就是在 国民党的候选人出入的时候 建议 就是柯建民讲的 柯建民何懂称名 好 那这件事情在未来是 两天新闻还是未来 还会持续的发酵 我们大家要明显的观察 非常谢谢所有来宾 也非常谢谢观众 你的收看 接下来是所谨新闻 全球追 拜拜 好